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也必禅果 过两天 他必使我们苏醒 第三天 他必使我们兴起 我们就在他面前得以存活 我们勿要认识耶和华 竭力追求认识他 他出现却如晨光 他必领到我们像干雨 像滋润田地的春雨 哇 和西阿书从二章三章四章五章 一直在责备 审判以色列的领袖 国王 祭司 先知 智慧人 这个支派的领袖 因为神使用他们要来拯救百姓 记得和西阿书的意思就是 耶和华拯救 那神就是透过这些领袖 要来拯救他的百姓 使他们离弃偶像 离弃那些邪情私欲 专心来敬拜耶和华 因此他就设立了一些领袖 也给这些领袖 权柄 智慧 能力 机会 想不到这些领袖呢 没有因为这样而来 带领百姓归向神 反而更是借由神 给他们的权柄 资源 机会 聪明才干 把上帝的百姓带得更远 更离开神 因此二章 三章 四章 五章 和西阿一直在责备他们 在审判他们 终于到第六章一到三节 我们看见他好像有反应 他说我们应该来吧 好像这些领袖说来吧 好像领袖也跟百姓说来吧 我们来归向耶和华吧 我们遭遇多这么苦难 是耶和华 因为我们的罪的缘故 来管教我们 然后呢 他撕裂我们 一定也会医治我们 他打伤了我们 他一定会残果我们 我们悔改 我们过两天 他就使我们苏醒 第三天我们就可以再一次的站立起来 我们就可以在他面前 不致灭亡 得以存活 我们应该要 务必要 好好来认识耶和华 我们要好好的竭力 用尽一切的力量 一切的热心 要重新追求 认识耶和华 因为他是我们在黑暗中 出现的明亮的晨星 他也是我们在黑暗中 所要看见的早晨的光 我们好枯干啊 我们灵力枯干啊 生命枯竭 他要临到我们 他要降临 使我们生命 好像有冬天的雨 跟春天的雨 可以重新被滋润 讲得真是好 看起来是怎么样 终于是被打醒了 可是我们看一下第四节 耶和华这么回应他们 伊法莲娜 我可向你怎样行呢 犹大 我可向你怎样做呢 因为你们的良善 如同早晨的云雾 又如肃散的甘露 因此 我借先知刊发他们 以我口中的话 杀戮他们 我施行的审判 如光发出 我喜爱良善 不喜爱祭祀 喜爱认识神 胜于凡祭 他们却如亚当被约 在境内向我行事鬼障 激烈是作孽之人的城 被血沾染 强盗成群 怎样埋伏杀人 祭祀结党 也照样在事件的路上杀戮 行了邪恶 在以色列家 我见了可憎的事 在以法莲那里 有隐形 以色列被玷污 犹大 我使被鲁之民归回的时候 必有为你所命定的收场 主说 以法莲啊 我可向你们 怎么行呢 犹大 我可向你 怎么做呢 什么意思呢 神的反应为什么是这样 主说 因为你们的良善 如同早晨的云雾 又如快速散去的甘露 啊 主说 少来了 你们每次都这样 每次呢 捅了娄子 犯了罪 讲不听哦 然后终于吃到苦头 然后呢 就再回到主面前 献祭啊 牵着牛羊过来啊 然后呢 大声在那边祷告啊 说我要悔改啊 我们应该重新来认识耶和华 可是呢 耶和华见察人心 知道你们里面 根本不是这样 因此呢 第四节 耶和华说 因为你们的良善 良善指的是 原文是 Hesed 良善的一个翻译就是 守约之爱 你们对我的守约之爱 如同早晨 很快就会消散的云雾 如同很快就会消散的甘露 三秒钟的热度 三秒钟的悔改 而且里面呢 像我都是玩两面手法 对我是洋奉阴违 来敬拜我来悔改的时候 心中想的仍然是邪情私欲 心中充满的仍然是 骄傲 嫉妒 仇恨 恼怒 你们 我太了解你们了 因此呢 第五节 因此我要借先知砍伐他们 以我口中的审判的话杀戮他们 我施行的审判必如光发出 你们再不悔改 就准备接受那可怕的审判 第六节 我喜爱良善 良善又来 就是我喜爱是守约之爱 因为我对你们就是守约施慈爱 你们对我也要真心真意 你跟我之间也是要一种守约之爱 不要只是来利用我 不要只是来欺骗我 你们做什么 骨子里在想什么 我都知道 因此为什么神要何希亚去 取一个淫妇 就是让何希亚去体会到 人跟神之间最重要的就是守约之爱 上帝对我们是守约之爱 我们对神也是要守约之爱 我喜爱良善 就是守约之爱 不喜欢虚情假意的祭祀 献祭 我喜爱良善 不喜爱祭祀 我喜爱你们认识神 胜于你们向我奉献一大堆的祭物 第六节 我再读一次 我喜爱良善 不喜爱祭祀 喜爱认识神 胜于凡祭 但是呢 他们却如亚当被约 在境内向我行事诡诈 亚当指的是什么呢 我们读何希亚说的时候最困难就是他用很多典故 用很多的人名 地名 故事 作为典故 那我们如果不是以色列人 我们不太知道这个典故是什么 所以阅读上有很多的困难 所以需要我们来加以解释 亚当可以指亚当夏娃的那个亚当 也可以指人 因为亚当的意思就是人类 人 亚当也可以指地点 亚当城 所以我们看一下 他们却在 他们却如亚当被约 在境内向我行事诡诈 在境内的原文是在那里 既然是在那里 那第七节的亚当指的很可能是指地点 亚当城 他们为什么在亚当被约 在亚当那边向神行事诡诈 阳奉阴违玩两面手法 很可能指的是在 约书亚带领百姓 过约旦河的时候 神是首约诗慈爱的神 因此呢 只要约书亚带领百姓 愿意相信神是首约诗慈爱的神 他们就用信心 来跟神回应 用信心与神守约之爱 神就让他们祭司 扛着约柜 脚一踏进约旦河的时候 神就让约旦河的河水 在上游的亚当城那边怎么样 就堵住了 在二十世纪的时候 有两次的一个报告 报告说这个 亚当城那附近的约旦河 两岸的山壁有崩塌 导致了堵住的约旦河 在亚当城那个地方 所以很可能神也是用一样的方法 使这个约旦河的河水暂时枯干 所以的百姓就经历了神 真的是首约之爱的神 就过了约旦河 进到迦南地得地为业 但是呢 他们这个过了约旦河之后怎么样 他们很快就离开神了 被约 他们就向神怎么样 形式诡诈 很多时候啊 我们都在利用神 利用神对我们的首约之爱 难道上帝不知道吗 上帝会光照我们 忍耐我们 提醒我们 但我们若不听悔改 他的管教也会连到我们 第八节激烈是作孽之人的城 被血沾染 激烈呢就在亚当城 以东二十公里左右 那激烈这个地方特别在 这个亚哈他们家族 好几个国王 在激烈的 特别是激烈的拉姆这边 有很多的打仗 有很多不讨神 喜悦的事情 在这边啊 被神审判 因此呢 这个地方 是作孽之人的城 被血沾染 第九节 强盗成群 怎样埋伏杀人 祭司结党 也照样在事件的路上杀戮 强盗结伙成群埋伏杀人 把人陷害 把他杀死 照样领袖 祭司 他也是成群结党 他把那个要往事件 去献祭的这些百姓 把他们杀死 把他们的灵命杀死 在第六章里面有讲到什么 这个你们这些第五章 讲到你们这些做领袖的第一节 你们如同网罗 如同铺张的网 在那边做杀人的工作 在旧约里面讲到网罗 铺张的网 很像是要去捕那个野兽 或是捕那个雀鸟 鸟 让他们进入陷阱 让他们被陷入罪里面 网罗指的是 使人陷入罪 害人家与神远离 害人家背逆上帝 死在罪中 祭司不应该做这样的事 但祭司 现在都在做这些使人远离神的事情 在以色列家 我见了可证的事情 在以法莲那里有隐形 以色列已经被玷污了 犹大 我使被鲁之民归回的时候 必有为你所命定的收藏 什么意思呢 神在这边审判北国以色列 十一节神也提醒犹大 你们若跟他们一样 你们也会灭亡 但是如果你们愿意重新悔改 跟我守约之爱 我也要使你跟北国一同被鲁归回 所以犹大 我使被鲁之民归回的时候 也会记得你的 也会必有为你所命定的收藏 收藏指的是收割 也就是在那边重新被复刑起来 我们一起来祷告 主啊 你是见察人心的主 主有时候我们在痛哭流涕 向你祷告 甚至迫切的 主啊跪在你面前 呼求你名的时候 有时候在敬拜 在读经 唱诗歌 甚至做见证的时候 我们里面仍然有诡诈 我们里面仍然有 不愿意被神碰触的黑暗 主啊 求你怜悯我们 主啊让我们真的是 向你是谦卑的 是敞开的 我们不要像以色列人一样 向你玩两面的手法 阳奉阴违 主啊 你喜爱我们 对你是守约之爱 胜过于我们向你献祭 求主怜悯我们 奉主耶稣的名祷告 阿们 愿神祝福大家 非常感谢各位观众朋友 这些年来跟我们一起推动 你也读得懂圣经的运动 在大家一起推广的努力之下 如今我们所制作的 每日言经事宜节目 在全球华人世界 每个月都有超过 100万人次以上的收看 我相信可以有更多的人 能够享受神的话语 独明白神的话语 我们特别制作这台 Talking Bible读经机 好像是一台会说话的圣经 里面收录了我们所有 每日言经事宜的影片 以及100首动听的天韵诗歌 非常合适 你自己在家里使用 也非常合适送给你的基督徒朋友 以及魏信主的亲友 非常希望透过我们的 用心制作的节目 能够帮助更多人 享受神的话语 而且不害怕 读不懂神的话语 愿神的话 真的成为更多人 脚前的灯 路上的光 愿神赐福大家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